富商无辜昏迷,大宅传言闹鬼,一连起庄命案,人态来到了后院一看,黑白双体鱼缸,迅速推理出暗界全过程,品味一部电影走进一种人生,今天带来一部拆案。 在民国时期镇上有一个世代经商的白家,家大业大,有万贯的家财。 白家老爷有一个漂亮的夫人,还有一个儿子,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白府却忽然闹起了鬼。 有一天晚上,下大雨,丫鬟起夜发现亭子里有人坐着,他走近看了看,发现是家丁,他推了一下,家丁直接倒地,脸色苍白毫无知觉。 丫鬟吓坏了,发出了尖叫,康探长警校毕业,他善于用五行和刑侦知识破案,警长命令他去白家查闹鬼的案子。 于是,康探长便来到了白府,他发现白府十分讲究五行,所有设置都是为了招财劲宝,迎接财运。 白少爷迎接了康探长一行人,起初他似乎对康探长十分排斥,可奈何对方有查案公文,他也只能配合。 康探长走进大门,发现白家正在做驱魔仪式,那个受精的丫鬟跪在前面,浑身被绑着,正不停地发抖,随行的车法已阻止了驱魔仪式。 给丫鬟聪了绑,经过检查,说他只是受了惊吓,还为丫鬟吃了一片镇静药,丫鬟却仍不停地说着自己见了鬼。 法医摸了摸他的脉搏,脉搏跳得很厉害,丫鬟没有说谎。 之后,白少爷领着康探长来到了家丁的尸体面前,可法医检查了一下尸体,发现尸体没有外伤也没有中毒,但面部十分扭曲,应该是吓死的。 康探长提出想见一下白老爷,白少爷这才告诉康探长,老爷半月前出了意外,撞到了柜子上,至今昏迷不醒,这让康探长心生疾惑。 之后,康探长又前往案发现场,结果在路上遇见了白夫人,白夫人十分优雅,请康探长彻查案件。 可是白少爷却十分激动,因为在他眼里,白家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,他不愿意这件事情传扬出去,之后还把康探长赶了出去。 既然这里没有线索,康探长便把昏迷的白老爷当成了突破口,他带着车法医偷偷地来到了医院,门口的保安却一直阻拦着不让他进去。 现状,康探长只能带着车法医离开,车法医则灵机一动,摇身一变,打扮成了护士,进入了病房。 白老爷静静地躺在床上,车法医检查了白老爷的身体,发现白老爷的后脑有撞击的痕迹,并且手臂上有很多抓痕,看来生前与人有过鼓动。 他们回到了警局,却发现白少爷惊慌失措地找来,原来鬼又杀人了,目睹家人被害的丫鬟也被发现没了呼吸,他背靠着树,面目睁眼,受到了惊吓的样子。 康探长注意到,丫鬟身后的树上有一根绳子的勒痕,经过检查,丫鬟死于心脏性猝死,应该也是吓死的。 之后,康探长找到了白夫人,了解了白老爷出事那天的情况,这才得知, 就是从老爷出事那天,白家才开始闹鬼。 老爷出事时,现场的目击人只有自己和一个名为暖春的丫鬟,原来啊,那天白夫人去给白老爷送夜宵,却发现了老爷已经躺在地上, 丫鬟暖春手上都是血,白夫人认为是暖春干的,于是下令把他关在了柴房。 可是,暖春坚持说不是自己做的,白夫人心软了,就把他赶回了家。 康探长决定找丫鬟暖春了解情况,他找到了暖春的母亲,可母亲却说暖春并没有回来, 上次回来还说自己要在城里安身落户,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。 康探长听后若有所思,他立即回到了白府,对白家的院落进行了勘查。 康探长发现白家十分讲究五行,无论是院落的设计还是水井的位置。 白少爷连忙解释说,白家世代经商,家里人很重视五行,只是希望有好的财运。 就在此时,院子的水井引起了康探长的注意,水井很新,明显是新长的。 康探长提出想看一看家里的旧水井,白夫人却说旧水井已经封起来了,但在康探长的坚持下,白夫人带着一行人找到了旧水井。 只见院子正中央有一口水缸,水缸根据阴阳黑白分布,白夫人在水缸里面阳黑白双鱼。 康探长仔细查看了水缸后,发现水缸下的泥土狠心,似乎是刚刚翻动过的样子。 他叫来了白夫人,询问这个水缸下面是不是埋了什么东西? 白夫人说下面就是旧水井,五行大师说旧水井出水太慢,影响白家的财运,所以这个水缸不可以乱动。 康探长反问白夫人,一般人家都是养井里,吉祥如意举个好彩头,为什么你养的是黑白双鱼呢? 万物赴阴而抱羊,充气以为和,阴阳相对和抱而生。 这水缸分明是阴阳八卦图啊。 黑白双鱼是为了镇压鬼魂的,白夫人顿时惊慌失措,哑口无言。 康探长派人拦住了白夫人,令人立即移开了水缸。 果然在水缸下面挖出了一具尸体,正是回家探亲的暖春。 车发医对暖春的尸体进行了检查,发现暖春的脖子上有一条很重的勒痕,很明显暖春是被人勒死的。 仔细查看了暖春的手指,发现暖春的手指白白净净,没有留指甲。 又是在白家的柴房里,还发现了一根麻绳,而麻绳和暖春脖子上的勒痕大小一致。 很明显,暖春是被这根麻绳勒死的。 康探长此时已汹涌成竹,他把所有人叫到了屋里,揭开了老爷子出事和暖春死的真相。 原来,丫鬟暖春为了干活手指不留指甲,整个府内上上下下只有白夫人留着指甲。 老爷胳膊上有指甲抓痕,所以很明显,老爷出事和白夫人有脱不清的关系。 并且暖春死的时候,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孩子,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白夫人。 面对众人的逼问,白夫人终于说出了真相。 原来,老爷出事的当天晚上,白夫人去老爷的房间送宵夜,正要推门,意外看到了暖春跪在地上。 他哭着对老爷说,自己肚子里有了孩子,老爷安慰暖春,自己一定不会亏待他们,会把白家的家产留给孩子。 白夫人听后没有揭穿,可后来她发现一张砌书上面写着将白家家产转到暖春名下。 老爷还给暖春准备了一套房子,白夫人这下彻底忍不住了,和老爷吵了起来。 眼看着大儿子就要娶妻,老爷竟然又要纳小戒,谁知他一失手推开了老爷,白老爷正好撞到了柜子上,昏死过去。 白夫人十分慌乱,恰好暖春听到了争吵声,急忙赶来。 他抱起老爷,手上不小心沾满了鲜血,白夫人见状心生疑忌,于是贼喊捉贼,大喊暖春要杀老爷。 之后借机把暖春关在了柴房,还让家丁悄悄用绳子勒死了暖春,把她埋在了院子的水井。 随后白家开始闹鬼,为了镇压恶鬼。 在五行大师的指点下,白夫人在院子里养了黑白双鱼,本以为一切就此安生。 谁知家里的家丁丫鬟因为帮白夫人隐瞒真相,也成了被暖春抱负的对象,引来了神探,导致事情败落。 故事到此结束。